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表示 政府要栽培新加坡人担任金融业的领导人 尚达曼出席银行与金融学院40周年庆典时也指出 技能和领导才能的培养是本地金融业的集务 这将是决定我国继续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 尚达曼也指出 我国金融领域的增长机会仍然显著 但是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将无法达到两三年前的水平 尚达曼强调我国的金融业必须确保拥有必要的技能 专长和创新能力以继续保持竞争力 金融管理局将推出一项亚洲金融领袖培训计划 培训有意成为全球金融领袖人才的新加坡人 专长和创新能力好 专长和创新能力 Natural